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名稱改的時候會有一個Texter的屬性 再來就是說程式撰寫的時候需要叫出這個上面的名字 Texter是外觀 可是裡面實際上我們程式撰寫需要藉由ID 才能夠去指向他 所以我們必須按右鍵 Add ID 假設這個名稱我給他叫做簡單一下就是T T01好了 比如說給他一個名稱簡單一個名稱 這個的ID就是T01好了 比如說我這樣取個名字 他是T01 OK 那這邊按確定之後以後程式撰寫就是他就T01 然後這邊按右鍵這邊也是A的ID 這個叫B他預設是Button E然後就Button01好了 B01 按確定 然後以後這個就是T01 B01 那各位可以從 除了畫面上可以看到之外 其實基本上這邊也可以看得到 有沒有 蓋藥 T01 他是ID 他是B01 然後上面的訊息 他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Test View 他是一個Button 而且是刮鬍 對不對 所以呢 那Android用什麼方式去運作 基本上 第一個 你要先 宣告 再 連結 那宣告的話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上面有的東西 那要怎麼宣告呢 在我們的Man裡面 有沒有這邊Uncreate下面 那比如說我今天 我畫面上有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Test View 那一樣嘛 你就是在 在那個 我們的 城市裡面的話 就這邊就給一個叫Test View Test View 注意一下大小寫 名稱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 剛剛這邊概要 有沒有 這邊的Test View 名稱 這邊都 都有了 然後這個Test View的名稱 也叫T01好了 我這邊 宣告一個 T01的物件 Enter之後 那你會發現了這邊會出現錯 為什麼 因為他找不到 這個Test View 那怎麼辦呢 要把Import進來 他就會出現 他實際上 這個Test View 是Android的 Witch Witch 把它翻譯成 原件 原件 有個原件叫Test View 然後一樣的方式的話 叫 Button Button B-U-T-T-O-N Button的話叫 B01 然後呢 一樣 做匯入 再來的話呢 我匯入兩個之後的話 那可是我要在畫面上找到他的話 必須要利用一個方法 把這個物件名稱 等於什麼呢 等於 在畫面上 的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Test View 那我要把它強制轉型 這邊要做一個強制轉型 那強制轉型裡面要怎麼找到他呢 利用那個 Activity裡面有一個方法 就叫做 Find View View的話是畫面上 By ID 是根據ID去找到 畫面上的原件 所以可以簡單的方式可以打一個List List的話使的是List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實體 如果你現在實體化之後 List點一下就有Find View by ID 那 Find View by ID 因為我繼承 這個Mail Activity 繼承 所以我也繼承它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Find View by ID 然後呢 ID名稱就是一個 大R 點 點一下之後會出現ID 根據ID 點下去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找到有沒有 這個畫面上有一個叫什麼 T01的東西 但是目前你會發現 奇怪點下去沒有 為什麼呢 通常 對 通常都是錯誤在錯誤在這裡 這個信號 因為你沒有Safe 它就不會登記 所以你改完之後 還要做一個全部儲存的動作 所以說